耳鸣 耳屎 耳聋 你关心的耳朵问题都在这儿 长期戴耳机 这会诱发突发性的耳聋 今天听完了主任的 我自己都怀疑 我到底是不是应该掏 还是不应该掏了 结果越口越敌要水 越听不见 感染了里头 别让坏脾气引爆耳鸣 坏脾气会诱发耳聋的 那这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小鱼 好脾气 是不是就不会引发这些症状了 不是 听力突然下降 警惕脑血管有隐患 听力突然的下降 也警惕脑血管有隐患 这听力下降和我们军脑血管 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健康朋友圈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养生路上不彷徨 朋友圈里找秘方 大家好 我是您健康路上的好朋友白杨 让我们掌声欢迎 爱提问 爱健康的陪诊员小鱼登场 大家好 我是专业陪诊员小鱼 今天呢 我们要聊一聊耳朵的事情 常规体检这个套餐当中啊 一般都包括这个五官科的检查 小白 你说到这个五官科 就是耳朵呀 鼻子呀 眼睛啊 能有什么问题呀 我一般看到那五官科 体检的时候 我直接略过 小鱼我要跟你说啊 这五官当中啊 耳朵呢 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器官 我们平日里用耳朵比如说这个戴眼镜啊 戴口罩 很少关注耳朵的健康 耳朵呢是用来聆听世界的 但是大家知道吗 如何保护好耳朵这么重要的器官呢 哎 小白你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 你说这个耳朵要不要掏一下呀 不掏的话会不会影响这听力呀 小鱼我跟你说啊 大家关心的耳朵问题 我们一起来听听 专家是怎么说的 接下来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耳鼻喉科张爽医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主任 张主任你好 欢迎您 主持人好 理子演员小鱼好 观众大家好 我是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耳鼻咽喉科的张爽医生 张爽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三级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 耳鼻咽喉 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辽宁省预防医学会 第一届耳鼻咽喉 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委员 辽宁省中西结合委员会 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欢迎欢迎我们的张主任 张主任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耳朵呢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是如此的重要 那您作为这个耳科方面的专家 您给咱们大家伙的 第一个忠告是什么呢 那么最关键呢 就是有的很多的年轻人 长期戴耳机 这会诱发突发性的耳聋 我们平时戴这个耳机 能够导致我们变成耳聋 这个太可怕了 小鱼是不是 哎呀想一想我每天都要戴 四五个小时耳机呢 老师我会不会突然间 就会有这个耳聋的情况啊 像前些日我接触一个患者 很年轻二十多岁 突然就来了 家里扶着 因为什么 迷糊晕 而且耳朵完全听不到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给他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发现他整个外耳道呢 也滋生了很多的东西 像针卷黑乎乎的 然后呢还听力 我们给他清理之后 听力还是听不到 那么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 发现他是一个高频的 突发的听力的下降 而且半耳鸣嗡嗡的 同时呢这个悬崖也很重 所以年轻人那么问他了 为什么呢这么年轻 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说了 在家吃了就睡 睡醒了就玩游戏 同时佩戴耳机这种不良的刺激 那么导致了 他这个突发疾病的一个发生 到底这个耳机伤害的是 我们耳朵的什么地方的主人 就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图谱呢 我们对耳朵的一个解剖 从头到尾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外耳呢包括我们这个叫耳朵 它主要是收集音波的 那么耳朵收集声音之后 声音往哪去呀 它就会这样 顺着这叫外耳道 外耳道呢 它是2.5到3.5个长度的 略成S型弯曲的这么一个通道 相对比较窄 那么它的近端 这个呢 这个像小喇叭一样 这就叫鼓膜 那么鼓膜里头是中耳 这里头包含什么呀 有听鼓链 人体最小的骨头三块 垂骨 真骨 灯骨 还有一些润带和肌肉在这里头 那么内耳呢 我们包括三个部分 互相垂直的这个三个管 叫半硅管 这个中间肚子很大的 叫做前庭 然后像耳窝一样 一圈一圈的 这叫耳窝 那么长期佩戴 你想耳朵 最细的血管神经 骨头 听骨链啊 肌肉等等 都在这里头 所以它长期的这种佩戴 本身出汗 潮湿 它会诱发 引起外耳道 湿疹 真菌 外耳道的炎症 所以第一步 外耳道会有问题 它免疫力 长期生活 不规律 玩这玩意 那的震动啊 它也会对中耳 造成一定的损伤 看来这个耳朵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平时应该更加 对它细心的呵护 是吧 那小鱼刚才 你听完了之后 是不是特别的害怕 因为你每天 就是要佩戴耳机的 这佩戴耳机 伤害就是我们的内耳 可不吗 小白 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 那我佩戴几个小时 会损伤我的内耳呢 小鱼呢 有点就是害怕了 其实这个东西 不是说是微然耸听 那么正确的佩戴 时间的选择 然后这种适当的休息 是必要的 所以一般建议啊 一小时左右 适当的载取 休息休息 那您作为这个耳科的医生 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些圈 有第二个忠告是什么呢 你说早起上火 引起耳鸣耳聋了 那有的时候自见 但有的耳聋 是渐进性的一个 越来越聋 不可逆 自身修复已经达不到这种 好的效果了 恢复不了正常了 我们怎么办 一定要小心 有没有听神经瘤 这种一些隐匿的 肿瘤的发生 我听完这个张主任 这个讲解之后 我这个更加害怕了 你看这耳聋 居然和这个脑瘤 也扯上了关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啊 有这么一个病例 就是发生在我们医院 她是柴块科的一个女同志 她突然间有一天 出现耳鸣了 而且耳鸣是高调的 连续的 到这来了 然后我给她外耳看了一下 都没有问题 中耳呢 做了鼠抗啊 侧厅 的确也没有一个听力的 特别明显的变化 那么我们就 就是问她 你近期怎么样啊 疲劳了 有没有睡觉不好啊 一些什么 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都给予否认了 那我们说 你就这样吧 观察 然后耳鸣呢 那么适当吃点 改善末梢循环 和营养神经的药物 但是过了两年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她突然的 悬晕的发作 然后进行住院了 我们就系统给她治 进行了一个 内耳的一个 持工症的检查 发现了有一个 小的站位 那这个站位呢 能有两个厘米左右了 所以最后确诊呢 为听神经瘤 那么这个听神经瘤 往往最初的表现 就是单侧的耳朵的 一个渐进性的 听力下降 那我刚才听了一下 这个听神经瘤患者 她呢 是这个单侧的耳朵 听不见是吧 那这是所有 这个听神经瘤患者 它的主要的症状 和体现吗 主人 是的 听神经瘤 它最主要的一个 就是渐进性的 单侧为多见 很少有同时 双侧发生的 所以它是单侧的 听力 渐进性的 这么一个改变 有的个别患者 会是耳鸣先于 听力下降 然后会有 间断的出现 悬晕的症状 再有呢 可能会出现 有一些三叉神经的 一些压迫症状 一般我们上了年纪之后 这听力下降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非常普遍的 小鱼我想问一下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亲人 就出现了刚才 咱们主人说的 这种单侧的听力 下降的情况 的确有 不仅如此 他们还自认为什么呢 我这个耳朵听不见了 我这个耳朵能听见呢 完全不影响正常生活呀 所以很少有长辈 去医院 做一个这个听力的检测 有的时候这个病情 就是这样被耽误下去的 医务了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 还是请我们的主任 来给大家分享 这第三个重要的是什么呢 再有呢 第三个建议就是 很多的坏脾气 也会引爆 耳隆耳鸣 前两天在就诊的时候 因为患者比较多 有一个老人呢 他这边就特别的 焦躁表现的 跟周围的这种 患者也是吵吵 然后紧直往诊室里看 还没到我呀 然后特别焦躁 行了 差不多 别磨叽了 结果突然间就 突然一 就是 头就急 一着急 头就晕了 然后耳朵又嗡嗡的 听不见了 大家马上避让 给他请进来 结果一检查 他是个突发性耳聋 所以他本来诊 来诊的时候 不见得就是一个 很重的一个耳朵的问题 结果由于他的坏脾气 这种焦躁的心理 这种对人对视的态度 导致了突然间的 什么也听不见了 然后迷糊晕 结果一诊断 真的是 所以坏脾气 会诱发耳聋的 我们都知道 中医上讲 如果说经常生气的话 会伤我们的肝 那这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小鱼 咱俩都特别的纳闷 对啊 像这位老人呢 他可能有一些 潜在的一些疾病 没有一个好的一个 情绪状态 身心都处在一个 不好的状态 就会导致 耳朵 最细的血管 微循环的血管的 进卵 甚至小的血栓的形成 那么血过不去了 神经没有滋养 它神经也会出现问题 那刚刚听了咱们主任的讲解啊 原来这个脾气 情绪 还有这个耳鸣 他们之间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这回小鱼知道了吧 这回我可知道了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 这个好脾气 是不是就不会引发这些症状了 不是 这都不是绝对的 就是病呢 首先它有自身的问题 也有外在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所以好脾气并不是 病不得病的一个基础 但首先它是个前提条件 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诱发性因素 所以养成一个好脾气 把心气调节好 身心处在一个 为什么我们提倡是身心健康 这个不光是身体健康 还有心理的健康 所以好脾气处于心理的范畴 就像我们很多圈 有经常给我们打电话 说自己都有耳鸣的情况 面对于耳鸣除了说 我们要调整好心态之外 还有哪些应对的办法吗 大概要判定这耳鸣什么原因 排除一些外耳啊 中耳内耳的问题 然后呢 一些整个中和的问题 然后给予正确的失智 你比如说血压不稳 我们把血压调整好 睡眠不好 我们适当给一些 镇静促进睡眠的药物 它的诱发性因素解除了 那么耳鸣自然缓解 当然它如果要重的话 我们需要一些药物的给予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项目进行咨询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梁氏健康朋友会 节目更多精彩资讯 大家呢可以下载 北斗荣媒客户端 一起来收看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 慢走肺不再反复发弱 健康朋友圈联合 研读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 愿爱如期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现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 收看到的是 健康朋友圈节目 那今天我们 邀请到的嘉宾 是沈阳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 耳鼻喉科 张爽医生 那很多人啊 在这个小的时候呢 都经历过 躺在我们妈妈的 大腿上 被掏耳朵 这样一个温馨的画面 是啊小白 小的时候掏耳朵 再皮的小孩子 那都不敢动 要说这个耳朵到底我们应不应该掏 而且这个耳屎真的是不用大家伙管吗 这些呢都是我们圈儿有心中的问题 那张主任 接下来您就赶紧给大伙公布这第四个重要事吗 好 别把扣耳朵啊 变成一个坏习惯 耳朵正常呢 我说了 它是皮肤内衬的 然后这里头有皮脂腺 汗腺 还有丁宁腺 耳朵里的耳分泌物呢 会自然慢慢地排出 所以它不容易堆积 但由于人耳朵呢 它结构不同 有的特别窄 特别长 所以会有堆积 所以会影响听力 那么一旦耳朵的耳馋影响听力了 觉得闷多不舒服了 第一时间到医院来 我们给予正确的取出 如果说你看 一直不去掏的话 我们觉得特别痒呢 像我就是每天在洗完澡之后 就会拿一个棉签 自己来回这个打转 将里面这个水清理一下 觉得特别地舒服 今天听完了主任呢 我自己都怀疑 我到底是不是应该掏 还是不应该掏了主任 拿棉棒轻轻擦拭 没有问题 而且耳朵有时候 有的会皮屑在外面 这个东西当干了 随着张口突然 我说一个是自行能够排掉 如果排不掉 影响听力了 要到医院去给它处理 只有说像我们这个耳朵 出现了这种影响听力的情况 我们才应该去这个 正规的医院 来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清理 那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张主任的分享 那接下来就是 真实干货拍照的时刻了 张主任 您平时的出诊时间是什么呢 我一般是周一周三和周五 上午都出诊 那么有就诊需求的trial 大家可以提前地进行预约挂号 大家还等什么呢 赶紧拿出您的手机 我们一起来拍照记录下来吧 那节目的更多精彩资讯 大家也可以下载 北斗绒媒客户端 一起来收看 高方怎么服用 成效最大 长眼道 冬季补一补 开春 打老虎 冬天是一年四季当中 食补的最佳时间 高方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食补方式 因为高方具备非常明显的 滋补养生特性 既能够滋补还能够预制 合乎冬令进补 顺时养生的观念 所以在秋冬季节服用高方 成效最大 三高人群可以服高方吗 三高人群是可以服用高方的 而高方也不会影响降压药的药效 但是服用高方的时间和服用降压药的时间 需要间隔至少8个小时 三高并不是独立的病症 而是脏腑阴阳失调 经络气血不调等 肌体内部因素与风 痰 瘤等病邪 共同作用导致的病理现象 所以要选择大阻方 五脏同调的高方来调制 这样品质的高方 才能够给身体进行全面整体的调理 注重治病和防病相结合 扶症和去邪相结合 调理和滋补相结合 大阻方或滋补车身 同时兼顾脾胃 以求肌体整体平衡 五脏同调 大家要格外注意 高方不能代替这些基础治疗性药物 不可因为服用的高方 就不继续服药了 高方在家可以自己做吗 在家自制高方啊 高际容易熬得不透 难以保证药效之余 反而呢浪费了药材 加上没有专业的灭菌处理 容易发霉变质 规范的制高流程 至少包括配料 浸泡 煎煮 浓塑 浓塑 收膏 灭菌 盛装 与收藏 七大步骤 当中呢还包含了 十几道制作的工序 药材需要经过 十二个小时的浸泡 先无火煮沸 再煮一个小时的纹火 三个小时微火之后呢 三滤三煎 浓硕期间还要随时啊 撇去浮沫不断地搅拌 在这个构成当中呢 只要有一个细节不到位 都可能会影响到 高际的最佳效果 所以不建议自己啊 在家自制高方 避免浪费食材与时间 最后呢还耽误了 我们身体进步的好时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